你 来 我告诉你 身手不错啊 哪儿学的 你以为我跟我姐能活到今天 全是靠她照顾我 那是我一次一次拿命搏来的 可惜啊 杀机太重了 反而露动摆出了 杀了你 方而会伤心的 你什么意思 我可以放了你 不追究你的一切责任 但 你姐姐要承担所有的罪 麻烦你转告我姐一声 就说她那个任性的弟弟闯了祸 回南方了 再也不回来了 姐 你等我死了吧 你想清楚了没有 如果你走了 你姐姐会死的 我不走我会死的 姐姐 对不起了 芳儿 她不配做你弟弟 去 你什么意思 你不说把我走吗 你记住 以后如果再想做什么 对不起你姐的事情的话 就找块儿镜子照着你脸上这道疤 怎么办啊 怎么样了 让他们在外面守着 你先跟我进来 都在这儿守着吧 是 是 事情的经过呢就是这样 只能说齐贝勒活该 碰上这么一个心狠手辣的主 说了这么多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想把他们给放了 你说什么 你把巷子都封起来了 我也没把握能把人送出去 所以请您帮个忙吗 崇利明这个时候你别开玩笑了 难道我的样子像在跟你开玩笑吗 放走了凶手 你要怎么跟瑞珍他们交代 我是番主 还需要交代吗 你这是背叛艳势番 背叛者什么下场 你应该很清楚 我 我怎么就背叛艳势番了 这桩案子你不说我不说 我真是拿你没办法 为了难道不应该死吗 你我都无权决定别人的生死的 他也没有这个权利 杀人者必须复发 不是 我说你这个女人 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呢 我在跟你讲国法要什么道理啊 松手 否则你就是私通罪犯 我连你一起转 你偏要跟我来劲是吧 崇利明 别让我瞧不起你 瞧不起我 你知道方儿这些年带着弟弟 他过得有多惨吗 他受的凌辱你也看到了 小柯替姐姐报仇难道错了吗 这要行 您哪儿 您先忙 行 放行 想 sixteen儿 要拿什么东西啊 那先走吧 你下车 您 过来 出城干什么呀 走 回家 带一个 把火锅装的怎么样 都是一些衣服和被子 站住 干什么呢 参林大人 这才什么时候 出城的队伍就排了这么长 上边要我们延长 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缉捕令早就下来了 相貌 身高 体型都在上面 不会重点筛长的 是是是 你们多给我动作快一点 去查下一辆 这辆我来 是 放行 放行 多谢 来 回来 走了 行 行 好 崇利明 崇利明 也许你是对的 但我放过他们不是因为你 而是因为我也是女 我能懂芳儿的苦 芳儿这一走 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了 你就不去送一下 我们两个干干净净 只是朋友 这话你自己信吗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明白什么 我心里只有你 滚 滚 语初 谢谢你 姐 滚 姐 咱们出城了 出城了 我们安全了 是崇利明 他就这么放我们走了 就没跟你提什么要求 爷说就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说你一定要记住 他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 小柯 爷跟你说什么了 没 没什么 姐 无非就是 让我好好照顾你 关心你呗 他的这份恩情 咱们也不知道 何时才有机会能报答他 姐 咱不说这个了 弟弟啊 给你看个好东西 来 给 姐 你看 你哪儿来这么多东西啊 甭管了 姐 姐 这些钱啊 足够咱们过好下半辈子的了 可是 这 姐 你听我说 从今以后啊 你再也不用委屈自己了 来 姐 进来 进来 从找到的金牌来看 凶手就是这个小柯无疑 这个小柯 真的就是一个小贼 你们 就没有任何别的发现 没有迹象表明 他跟乱党有勾结 在京城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不过我们会继续追查 城门封锁延闭 他们落网是早晚的事 案犯一日不落网 七倍了便一日不得安息 交给我们 一定可以抓到凶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